啊 啊 啊 哎呀 這裡是哪裡啊 台灣黑熊黑皮壓到 小松鼠小棋 接著兩隻動物一起展開 奇幻旅程 你願意幫我嗎 好啊 过程中双方学着尊重他人 理解自己 让观影小朋友 跟着轻松获得素养教育 还有小船从城市出发 带大家到未知地方 则是台北101的跨年烟火动画 也让外国人对台湾留下 更深刻印象 一幕幕在生活中出现场景 背后绞尽脑汁高手 常被人遗忘 在做的时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是分件制作 剧本出来之后 我们开始会要花分件 他是教育IP公司营运长 2014年成立只有四位员工 到现在飙十倍到四十四位 创造内涵知识的趣味影片 入围金钟奖 拿YouTube百万订阅 公司白满奖牌 都证明着动画设计行业 近年变得超夯 其实我觉得也跟使用者的习惯有关 就是大家现在不管是划任何平台上面的内容 基本上一定是动态影像会更吸引你的目光 或者说它会被转越或传越的那个力道 其实营运长是名历史系学生 当初投入动画产业 单纯是对视觉创作有兴趣 刚好能结合历史知识 于是也和员工共同展化枯燥历史 提供教育界教学 就欢迎到一部就有数百万观看记录 鸭片不是鸭子的切片 是艺术提炼出来的多功能产品 可以作为麻醉之类的医疗用途 长期过量服用会产生幻觉 从中也能看出动画设计师 其实有相当多可能性 目前业界人士多是媒体设计系等 本科系学生受专业教育约四年 不过也有人是自学半年到一年 就学会必备的绘制角色跟场景 以及用作品说话技巧 还有跟客户进行美术沟通能力 另外证照部分也能自行选择考与不考 有些公司会要求 可是就算没有 也能领到平均月薪三到四万元 以他们公司为例 就不看任何证兆行业性质自由 本来他的手的动作是在这边 那来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我希望他到哪里 那我就会在这边 是一个关键点 然后去把它调成我想要动到的地方 营运长揭开业界神秘面纱 拥有3D建模基础或写程式等进阶技术 薪资肯定能往上拉抬 人类银行显示能达到六万元待遇 由于动画设计师 还得会编排内容 业界有人发展担任动画导演 面对未来有无限想象 也包含着AI发展 产出我们想要做的内容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 AI目前没有办法取代的 可是它能够帮助我们什么 是能够帮助我们在 做那些手工业 或者做那些繁琐的 行政流程的时候 它可能可以把这些时间 整个吃掉 尽管随着动画高手倍增 团队沟通以及在时间内 完成一部人人都认可作品 难度已经强烈拉抬 不过动画设计师 也能透过自己创造角色 加大工作乐趣 打造出引领未来热门职业 难以想象 八大新闻令曲如志行操报导 18位玩八发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